在疫情期间中心也可以提供一些用得着的东西 为大家分享 在预防COVID-19 我们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资料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好的挨槽来分享 这个挨槽有什么好处? 其实可以大量防范病菌的传播 而且在古时候的药经里 他已经说了传统的中医在预防瘟疫期间 几千年的历史 他们都很注重用挨槽来做食菌 或者是推出那些不好的汇气 而且最近我们都已经在中国防疫的大医院里面 发觉到他们要用大量挨槽 整间医院都24小时不断地分挨槽 在整个医院里面 因为根据古时候的经验 中医的药经里面有说 用那个挨槽在病人的四个角 床位的四个角 一直这样研点 又帮助他互相感染的情形 所以这个是对预防疫情是很好的一个 由经济和我们负担得到 亦都可以我们做得到的一个选项 因为这里有写 艾槽本身是氧气很好 温性和氧性能量非常强的一个植物 所以能够就驱过冰邪 那些邪的 在中医里面邪就说那些细菌 就叫邪气的意思 所以艾槽就是一个很好的功能 我们接着去看 尤其是我们在家里面 也可以把艾槽拿来烟点 因为这里的资料就有写 烟点的艾槽来分香 它能够将艾槽里面的所有的精油 能够发挥到更加的彻底 揮发到更加的彻底 这样就能够将家里做一个更加好的热静 而且又能够把我们吸进去艾槽的味道 在我们的呼吸系统里面 也有做到一些我们所说的 杀菌和淨霸的呼吸系统的作用 就好像一个片章 片章就是一个保护茶的意思 而且我们用的艾槽是来自布丹 布丹就是一个弱城 我们说最天然的国家 没有污染里面出产的艾槽 所以它有很好的天然作用 再加上艾槽的味道是非常清香 它不像其他出产地 它这个是很清幽 所以这个艾槽除了可以拿来点佛台 可以共佛上供之余 我们每天可以点点上供在佛台 亦都可以洁净我们家里的环境 所以自古以来在民间 就很流行用艾槽来奋向 那是用艾槽来什么? 冲凉 煲水、冲凉 有防疫的习惯 尤其是端午节 端午节也是一样 端午节 有很多的蛇蟲鼠蜜会出入 所以他们就用大量的艾槽 在这段期间 所以建议一下 直到端午节 这个过程当中 都希望大家可以大量使用艾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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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